谢谢老公是美国人 对 没错 他这次怎么看台湾的防疫 其实你知道当年 SARS在流行的时候 我老公人已经在台湾了 那这一次又碰到肺炎 我就问他说 你觉得这两次 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 他说 因为其实SARS 其实那时候也是搞得 大家都人心惶惶 他说 那个时候我反而不觉得害怕 我也不想要戴口罩 可是这一次 可能是因为大家 台湾人对于这个SARS的震撼 实在是太过于震撼 和教育 所以说我老公都是 这时候在台湾 他也会觉得 他必须要戴口罩 而且因为这个是全球性的 今天早上才跟他聊 他说连我在美国的朋友 会特地用那个讯息告诉他说 因为他这个朋友 是在美国的小学当老师 他说他们的学校 要么就是停课 要么就是有一些 非常严格的防治措施 然后就有个名词 叫做social distancing 对 有什么叫social distancing 就是基本上来讲 国外就会觉得 我们现在在社交上 就是保持距离 大家不要再往来了 这样子 对 那这个 你说这两个礼拜 你只跟老公 还有流浪狗对话 是这样子的 因为其实呢 我刚开始在 这个过完年的时候 内心还觉得 还OK 我觉得我还能够接受 就觉得应该是 还蛮安全的 可是呢 因为你知道 因为每天案例 都会在增加 你心里就会开始害怕了 于是我就开始 跟我老公讲说 我现在就是要练习 不要再出去了 就是减少跟朋友聚餐的机会 那因为其实如果说 今天不要录影的话 我就是待在家写稿 然后不要再出去 那如果硬是要出去的话 我只准许我自己 就是去河滨公园 骑U-bike 就是整个是人少的地方 那我这样子实验两个礼拜 我发现我真的撑不下去 我的脾气变很暴躁 然后呢 对 就是到时候会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脾气很暴躁 就是在这些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我会没有耐心 我会对我老公特别不耐烦 他就说怎么会这样子 他说因为我个性爱讲话 他说你爱讲话 你没有出来跟大家聊个几句 我真的会死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说对啊 所以我们今天是在救你 对 真的是在救死 因为我今天回去 我老公日子会比较好过 好 然后呢 这样你还敢拿钱 当做一个therapy好 那你知道去河滨公园去骑车 等于说这两个礼拜 对话就只有我老公 然后就是跟流浪狗讲话 那跟大家插播 那个时候这两个礼拜 有一次我去长辈家拿东西 一去长辈就说 你要来我们家 可以哦 记得要戴口罩 就是到他们家戴个口罩 口袋了以后呢 我觉得长辈有点健忘 我戴着口罩坐下来 坐在沙发上 他说你为什么要戴口罩啊 我说你不是要叫我戴吗 他说没有吧 现在防疫有这么严重吗 好 又把口罩拿下来 拿下来就开始聊天 小聊了一下 聊到说呢 我可能就是跟这个流浪狗 在就是在跟流浪狗 在对话嘛 还怎样 我看到这个长辈 可能是受到新闻的影响 好像认为说 可能有些宠物会 动物会得到传染 他听到我讲以后 他立刻又 手刀奔去房间 又把口罩又戴起来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大家那个心情 是非常七上八下 那这个话题就回到 我跟我老公的相处 好 话说呢 上礼拜六 因为我已经闷了两个礼拜了 那在家里面就是看电影 不然就是追剧嘛 对不对 好 看电影 这部电影呢 其实故事我们 他的故事是一对同事 结婚的时候不是都祝福 都希望能够长相失守吗 那长相失守只是 随便讲讲而已 你身体力行的这样子实践 真的会出人命 很可怕 那这样念叼叼不是很 没有 很恐怖 你知道吗 很恐怖 刚才熟了 对啊 时间久就冲不掉 那然后呢 那个电影我们已经看过了 它是80年代讲一对同志 去收养这个 唐氏正的一个孩子 得到一些挫折 那我就想说 就来看这个电影 你知道没想到 大家在家里面 没有两个礼拜 那个心情你会特别的容易受挫 而且你特别没有办法 去接受低潮 看完电影以后 九点半哦 东西关掉以后 我老公就这样闷闷的说 我刚才好多画面 我都不敢看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觉得 这样他觉得 那个唐氏正的孩子 他的这个遭遇的 真的是太可怜 因为后来那个孩子 没有办法顺利接受 这个收养 他就死掉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老公就说 很多很多目 我都把眼睛闭起来 都不敢看 我说真的哦 然后两个就这样子 你看我看你 我就说真的 好像还蛮可怜 我说奇怪了 之前看不觉得那么的惨 今天看我就开始哭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老公也就是 有点泪光闪闪 就会觉得说 他就说 我觉得世界真的好不公平 我说对啊 好不公平 为什么这个肺炎要过来 于是这个结论就搞到 是这个肺炎上去 好 那么我就说 那这样子的话 你们两个这样活得有点悲 就是开始悲了 就是明明是个 很快乐开朗的人 你知道吗 在家你看我看 你就变得很悲 很悲伤 接下来我就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来玩电动玩具 因为就我跟你嘛 我们应该来杀一些僵尸啊 我觉得这样子好刺激哦 这样 昨天又吵架了 吵什么你知道吗 昨天DVD到了 我老公很开心嘛 太好了老婆 我们一起来芯片哦 对 芯片嘛 放进去 然后呢 我们那个Xbox是在美国买的 这个DVD在台湾买的 有分区问题 对 分区 两个夫妻傻眼耶 然后我当场 我这一颗玻璃心碎满地 我就说你买几片 我买两片 为什么我们一下买两片 你没有知道分区的问题吗 他说我也不知道啊 我今天下午我就已经 他说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发现 可是我不敢跟你讲 我想说等你收工回家再跟你讲 晚上已经十点半 我脸就很臭 我说那现在叫我们要怎么活 对 也不能出去了 没有片子可以看了 片子都也没有 电影看也要在那边哭 然后现在连杀个教室都不能杀 好 然后接下来 一则已席 一则已优 他就滑那个网路就看一看 突然滑到说 老婆 那个我们本来打算 五月要去巴厘岛 印尼已经升级为 第三的这个警戒区了 我们这个票可以免费退 一退就三万块 太好了 这些钱那个漫费掉就算了 而外了 我们又开心 感觉大家这个心情 对这个肺炎一些起伏 像洗三温暖一样 三万块要做 然后我就说那三万块要干嘛 他就说反正现在就觉得 很多钱看要怎么花 想说那应该也是网购吧 我想 对啊